一颗颗金黄色的枇杷 高高挂在树上 让人看了好想吃一口 果农笑得好开心 脸上的笑容完全藏不住 因为这一大片枇杷 长得非常好 能卖得好价钱 民众把皮剥开 迫不及待大口咬下 马上大喊一个赞 因为今年的枇杷 不仅肉汁鲜美 还带着甜甜的香气 果农细心将一颗颗枇杷装袋 再放进纸箱里 准备运送出去 原来今年冬天比较长 让枇杷生长时间变多 品质也更好 让售价跟着涨 每台金价格从180元到240元 不等相较往年成长了一成左右 如果要尝鲜尝到好的枇杷 应该现在是进入政治时候了 原来枇杷属于温带水果 只要天气够冷 没太阳照射 就会长得很好 今年枇杷采收好果民卖的好价钱 而民众也得把握机会 趁着产期间 买香枇杷回家 尝尝先 三分轩的王浩宇王思纯台东采访报道